把不要的大門回收裝飾後再利用作為餐桌 桌上再擺上同樣回收後才會用的罐子 就變成美美的餐桌裝飾品 就連椅子也是回收以前釀酒不要的瓮罐來做成 這些都只是一小部分 桌上更有純素的香春餅 作為來這裡上課客人們的點心 這裡是山水草間的綠色餐飲培麗工作坊 幾乎全由回收廢材搭建而成 由同樣在暖暖區的山水草間複合式餐飲店 以及地內社區發展協會合作 推廣廢材再利用的環保觀念和做法 以及各項綠色餐飲 我們就想要做暖暖的地方創生 還有綠色餐飲 就是想要暖暖更加綠色 然後就是除了餐飲以外 我們就是所有的廢兼材 就想要小朋友知道更惜福 其實地球資源就慢慢在變灑 就想要看一下家裡什麼要丟掉的東西 有沒有可以再循環再利用 變成更美好的東西 就不要太浪費地球資源 更加環保綠色 因為我們地內社區也是以蔬食推廣為主 那我們像我們做蔬食共餐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綠色培麗工作坊 能夠讓這些社區我們能夠的情感更加連結 凝聚之外我們也希望把這個蔬食的 蔬食的美好還有這些環保的觀念 可以帶給各位社區 山水草間複合式餐飲店以及地內社區發展協會 也一起合作爭取基隆市政府產發出的地方創生計劃經費 辦理相關獎座邀請各禮和各社區參加 讓環保和綠色餐飲觀念擴散出去 到社會各個角落 更可以達成社區以及店家之間相互合作 例如山水草間本身設有手作教室 教導各項手工藝品及編織 地內社區發展協會除了推廣素食 同樣還有小旅行的報名行程 雙方合作客員互相導入達成共享共好的目標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